我还是好小好小的时候放过牛 十多岁都小些的时候放过牛 后来我们的田就用那个土拉就不算牛了 来来来 江西 好走 你要吃菜啊 走 请你带你去吃好的 一种两句是一种 在朋友前看到还有感触的几句话 突然好想去放牛 没有压力 没有江湖套路 以我的智商只放一头 多了我也数不过来 他吃草 我爸在牛身上睡觉 牛丢了 我也丢了 省心 小牛 一天大晚上都吃 就是吃 长大之后干啥 一大早起来我跟藏主大哥说 我小时候也放过牛 今天就跟他们一起放牛吧 藏主大哥说他们放牛可不像我们那么简单 首先要会骑马或者骑牛 放上夜领 还要受凳 跟野兽不斗那是家常便饭 要真的想体验放牛 在院子里有两头小猫牛 尽管拿去玩吧 听藏主大哥这么一说 我就打下了跟他去放牛的面图 这里有两头小猫牛 刚好可以拿来体验一把S的快乐 余老师一直在富贵家庭中长大 别说放牛了 牛粪都没见过 更别提炸牛粪了 趁这个机会 也叫他来体验一把做牛郎的滋味 这个藏主小朋友住在这里 因为美国藏民家里相隔狠眼 很少同忙跟他玩傻 看见我在放牛也来了兴致 看得出来 这两头小猫牛没有带到草营牧区去 应该是专门养给他们的玩具吧 他们的快乐很简单 藏主的小朋友有他们自己的乐趣 一头牛可以玩一整天 这种玩具对我玩来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还有没有这小家伙 我教你啊 哦那个那个红的 不用抓他 不用抓 不用抓 我给你打了 疼 好好好 让他吃草 让他吃草 我把这有很多草 一会儿 我怕他 吃饭 我怕他 二会儿 好 八了 好了好了 嘿嘿嘿 好了 让他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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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人家要挨进那吃草行不行 行 行 我要 人家一下午没吃过一口好草的给你在折腾了 哎呀妈呀 放牛真的太累了